老师 请问这里是袁依依教室吗 我 我找不到教室 你就是和小乐 来来来 先进来 先进来 直接上台介绍一下你自己 来 我叫何小乐 你可以多介绍一下你自己的兴趣啊 或者是其他什么的 我没什么可以讲的 没关系 小乐 先回到你的座位上 唉 看来我要多关心她一点了 小乐妈妈 你好 丁老师 王老师 今天的转嫌会议 主要是希望做个衔接 看看上了高中之后 我们要怎么样的继续来帮助小乐做学习 其实小乐的支持很好 但是阅读障碍造成她很大的学习挫折 我知道了 在这里小乐妈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 小乐曾经遇到困难的实际例子吗 小乐 那这个呢 不知道 这个是杯子 那这个呢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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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木头啊 刚才不是才教过而已 你木头啊 那这个 不知道 不知道 这比划最少了 这个是山啊 你记住了没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为什么跟别人家的孩子都不一样呢 你什么都不知道 为什么为什么 我都不知道 我叫他好累耶 何小乐 何小乐 你有在听课吗 你们办这个何小乐实在太嚣张了 如果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 可以跟我反应啊 老师在上课放空 发呆不当一回事 问他问题 他说看不懂 不会 刘老师 很抱歉 我 老师如果这里没有我的事情的话 我想要先回家 小乐 你看看你看看 就是这种态度 我就是看不懂 我从小就是看不懂 这样要等待你们满意了吗 小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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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这种态度 要怎么教啊 他从小就遇到不少挫折 这也不能怪他 你喜欢唱歌 小乐 老师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听不懂你唱歌啊 唱得很好听耶 你知道吗 小乐绝对不会因为掉了羽毛 就不再飞翔了 对他们来说啊 所有的障碍 都不是阻碍 只要能够展开翅膀 任何难关 一定都可以飞得过去 我记得我小时候 速学怎么考 就是考不及格 当时我的速学老师 就是告诉我这么一段话 所以现在啊 我要把这段话 转告给你 可是我努力很久 我还是飞不过去啊 小乐 让我来帮你好吗 我们一起加油 各位同学 再过两个礼拜 就是大家第一次的段考 有什么问题 记得要找老师 或是客人老师讨论 回家记得要多多复习哦 知道吗 知道 老师 第一次段考 应该不会很难吧 不管难不难 只要好好准备 一定可以得心一手的 也对 随便考 应该都可以考得比何小乐 好吧 这个玩笑 下次不可以再开了 大家回去记得要好 问习功课哦 下课 好 谢谢老师 好 智庭 等一下到办公室来找我 等一下到办公室来找我 向前妆 就算是妆的片蹄铃上 回忆着 你曾说的 何小乐 你今天有想要找我什么麻烦啊 对不起 我不知道 你有阅读障碍的问题 端考快到了 让我们一起帮你复习功课吧 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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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这是段考 好 大家表现得都很好 尤其 尤其有位同学 在你们帮助之下 进步很多 何小乐 你及格了 上来领考卷啊 我 说的彩虹 天晴之后 尝一首会给我 空白的日记 我想说 那么的闪烁 世界崩塌 谁来支撑我 参摆好谁来支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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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